此案非常的清楚 它就是类似所谓的大巨蛋案 也就是在提出投資计划書的廠商 他们当时协力所提的计划 转到他正式得标以后 得标的厂商又跑来跟市政府说 原来那个计划要跟我一起合作的人 现在不来合作了 要求市政府让同意他更换 但是从市政府尤其是这个征选的过程 其实非常清楚的是 当时的征选委员会的主席 是林前副市长林建元 那他在审查的这个所谓的资格标的时候 所有的委员非常要求一致 就是这个参与经营老人福利机构 等身心障碍机构的这个协力厂商 必须要就是这家所谓的恒安 那而且最后不放心 还要求厂商解切捷保证 由这家老人机构经营50年 所以这个过程是有全程的录音和录影 但是等到得标以后 他本来就应该再以新的特许公司 跟这个老人机构签订新的契约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以给他5年 然后5年是连房子都还没有盖好 他就得扫地出门 那对于这个老人机构来讲 他当然不能接受 那后来他们又提出说 那用钱的方式来借他的名义 由他们去经营 然后你们比如说借牌 那他们当然也不能接受 这件事情我是亲自在我的协调会里面 跟社会局市局长讲 还有财政局的邱局长亲口 由当事人被借牌的当事人亲口跟两位局长讲 我在查 然后议长也在查 所以后来市政府说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奇怪的 那第二点 这个案子在他们开始要签说 要换协力厂商的时候 是签给林建元副市长 林建元副市长一看到就退回了 也就是说林建元自己本身 就是政选委会的主席 他非常清楚政选委会的目的跟内容 所以他拒绝更坏协力厂商的提案 所以直接退回给社会局 那后来社会局不晓得搞什么鬼 就把这个案子重新签合给另外一位副市长 当时是李前副市长李永平 李永平就签准同意他们 同意跟他们协调换协力厂商的事宜 那这个事宜他们就在按照合约 他们就是由这个厂商来选定地点 跟指定委员 然后大家来开个调除会议 那开了调除会议 当然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在外面的一个凯撒饭店召开 就市政府好像没有任何场地可以开会了 只有外面的饭店可以开会 然后第二个就是开了会呢市政府就说 那这样子好了你就发纯正信号给这个恒安 那是恒安拒绝签约的 所以我们就有重大的理由可以让他换约 重点是我们认为真审委员会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真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也讲了 今天是全程录音跟录音的 这些委员的发言内容跟记录跟最后做成的决议 都应该是可受公平的 那真审委员他的要求跟条件 如果在后面以合约的方式可以取消的话 那以后就不用办什么征选 那重点还是回到说 市政府当然在评估说 那能不能换协力厂商 就找了一个叫做中芯工程他们的所谓的建造厂商 顾问公司来评估 就这个中芯工程公司呢 果然使命必达 他说如果现在因为地上权土地也交了 地上权也设定了 那对方也在整理了 那如果是评估如果市政府现在终止合约的话呢 要赔到四亿八千万 所以可是我们在台北市有好市场上市之后 其实终止了另外一件BOT案叫街道家具 一毛钱也不要赔 厂商也在告他们 可是他终止的完全没有任何的疑惑 也没有认为自己要赔钱 所以就厂商违约的部分 其实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们违反了原来这个真审委员会的决议 这个人还是不是适格的投资人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跟大巨蛋一样 你今天画了一个A巨蛋 然后来投标得标了 然后重新签讯之后画了一个B巨蛋 然后叫我们接手说是同一件事情 十年了大巨蛋没有完成 同样的访词你有必要为了一个这样子的商业设施 然后取代了所谓的根本没有新要经营老人机构的这些厂商 那以后他会怎么样的心情来经营 如果我们是把社福当成最重要的这个BOT案的核心的话 那我们又如何能去接受你随便换人来经营 那这以后的状况不堪设想 它其实就是大巨蛋的翻版 你如果以广词案的状况 市政府你拖代便 然后让他慢慢换 换到不能换为止 就像大巨蛋换到最后终于让他换了 但是一样过不了换品 一样过不了图审 那还是一样遥遥无期 重点是台北市有必要为了一个厂商用这样的方式 他换取的是数百亿的土地资源 而我们只是要一个永续的导人福利 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不能够合在一起的 一个是商业利益 一个是福利设施 你用这样的BOT的构想 当然当时的诚意很高 但是事实上执行面 你就看到厂商只要拿权利 不想尽义无 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 那我要求他们阵风处调查的部分 应该快要回来了 因为我的重点是 请你找出林建元副市长 当时退出退回专签的原因 而且林建元副市长 开甄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跟录音录音 这两块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林建元副市长会退 而另外一个会议理副市长 为什么会核准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加上我们也当场提供了一份 社会局离职员工提出 中心工程的人员跟市政府的 社会局的某位科长 关系非常的紧密 而且它具名检举 具名检举所谓它中心工程的人员 还帮社会局的这位科长做写论文 做研究 帮他做个人的事情 所以就这个部分是一个将近十年了 商业毅力已经取代了一切 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为了这个厂商 去延宕广司案 广司案就是很清楚 要不要换 新换的人是不是符合资格 赶快做决定 不要像大巨蛋已拖十年 OK 这给你拿 好 谢谢 就是这个